四個工作表 其實做的事情基本上是一樣的 那可是有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它總列出不同 像住專的話是第40列 Cat-Cat-Share 40列 那0組的話101吧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今天我是希望說 幾個方法 最好是做一次乘4 然後四個工作表可以用 那其實你會發現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把這兩個按鈕怎麼樣 Cat-Cat-按住 然後選取 Cat-C之後把它貼到這邊來 如果貼到0組的話 當然你程式都不改的狀況下 你按清楚 會不會清楚 因為它範圍都一樣 只是說它有個地方不一樣 C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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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下 有沒有發現列數不同 但是只是因為列數不一樣的話 那我該怎麼辦呢? 如果我不想重寫的話 那其實只要把程式的 總共應該會有三個地方需要變動 哪三個地方? 第一個 如果是清楚的話 所以第一個 這個事實 那你當然就不能永遠都是事實 你變成怎麼樣? 你要把這兩個事實 把他改成讓他向下追蹤吧 OK 第二個 應該是兩個 這兩個 兩個地方 第三個地方是哪裡? 還有這裡 M3到M40 這個指的是你要排名的整個範圍 比較的範圍 那因為我們第一個工程表達40列 那後面的話呢 到101 所以喔 也就這個40應該要隨著什麼 他的總列數 而變動 所以有三個地方喔 那其實也是很重要一點啦 因為同學常問說 老師我要怎麼知道這個範圍 到哪一列 其實喔 就是我們後面要講的 最關鍵就是你要熟記 最好是那一段程式 今天就把它熟記啦 如果不能熟記你就先 把它放到 筆記本吧 像我自己是習慣有雲端吧 我還蠻推薦你沒有雲端 就是你把程式放雲端 有需要的話複製貼過來 也可以啦 沒關係 反正喔 只要你可以放在一個地方 將來找得到的地方 都是好方法 OK 那怎麼做喔 首先的話 我之前好像有跟各位講過 向下追蹤 那追蹤的方法喔 特別注意喔 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你優標可以先放在 哪個地方 比如說A1 你可以先模擬看看 怎麼模擬 優標放A1 有沒有 Ctrl加按柱向下 你會發現它跑到3 也就是說喔 如果你追蹤的話 那它會 停在 第三列 那就不是我們要了 所以呢 理論上應該是什麼 我把它放在A3好了 Ctrl向下 他有沒有動 有沒有 有沒有 那還有一點喔 一定要用A3 不要用其他籃 比如說用B3 B可不可以 因為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如果B欄 假如你有資料的狀況 你向下追蹤 是OK 有時候不OK 如果說有一種情況喔 如果像這邊假設 它剛好是被清除的 比如說像這邊好了 像我Ctrl去 假設清除掉 如果你從 B3追蹤的話 它會得到什麼 Ctrl向下 10485 因為 1048576 意思是說 會移動到 最下面 因為 它 中間沒有任何東西 所以理論上 如果你要追蹤的話 建議是用編號 為什麼 因為編號 絕對 不允許 空白 有沒有 你會說身份制 字號 不可能空白吧 OK 然後 所以喔 假如你要用追蹤的話 可能要注意一點 就是那個欄喔 裡面不能有空的喔 所以你要追蹤的話 你要找哪一欄 是一定 沒有 就是空 沒有那種空白的問題 好第一個 所以我們知道答案 就是說 我從 A3 按Ctrl向下 之後 得到的列 幫我在哪一列的結果 回傳回來 那這個程式該如何寫喔 好像我印象中前面有講過啦 有印象嗎 有沒有 然後寫的方法喔 我 游標放在A3 那就是寫什麼 寫Range 所以打一個Range 刮弧 然後 一個雙引號包裡面 就是A3 記得喔 Range裡面的話 你就放一個字串 一個文字 然後點的話 向下追蹤的話 點END AND的話就是 你要移動到哪一個方向的 這個範圍的哪一個方向的邊界 然後我們前刮弧 跟他講說我要向下 你會發現他有個上下左右 那麼向下的話 你就選向下 後刮弧 這個意思喔 這個END XLDOWN有點像Ctrl向下 游標放在A3 Ctrl向下 得到的列 列的話呢 特別說他就是一個資料 ROW 意思就是說呢 幫我 這個呢 游標放在A3 Ctrl向下之後 得到了這個 101 這個就是101嘛 幫我把101的資料 帶到這邊來 OK應該可以知道這個意思吧 所以 這個蠻重要的 我覺得這個還蠻好用的 反正你以後呢 知道這個原理原則 以後就這樣用 很多地方 就會自動追蹤到 某一個方向的最下面 當然呢 同理可證喔 以後 你也可以向上追蹤 也可以向右追蹤 也可以向左追蹤 也就是說 只要他是一個範圍 都可以做追蹤 這招其實還蠻好用的 我覺得 當然呢 很多書裡面也有別的方法 不否認啦 只是說我覺得這招是還蠻直覺的 OK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還是盡量多多 去熟悉他啦 然後 雖然就一行啦 我是建議 你打了錯 這個可以打小血啦 為什麼 移開的話呢 假設這個R變大血 表示你應該沒打錯 其他 這個做完之後 把這一段 複製之後 貼到這裡來 OK 那這邊的話呢 其實也可以啦 也可以把它貼 不過因為它太長了 你要把它放在這40 比較麻煩 一般習慣是什麼 先在這個的上面 多增加一個變數 叫R R等於什麼 R等於這個東西 也就是101有沒有 先放在R 把這個R裡面放101 然後再把R放在40裡面 那怎麼放喔 用的方式 跟剛剛放I的方法一模一樣 先選取40 雙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R就可以了 然後呢 把AND控開 這樣子的話 就 大功告成了 OK應該懂的意思啦 其實沒有很多啦 可是我覺得還蠻關鍵的 OK 雖然說 這程式說真的啦 就這樣寫而已 但是可以用在非常多的地方 如果你會用的話 尤其是這個地方 XLDOWN 你可以把它改成 XLUP OK 另外還有哪個地方可以改 點ROW的話 如果你是 向左跟向右的話 你可以把點ROW 改成點COLUM 為什麼 因為COLUM ROW的話是列 列數嘛 那COLUM的話是藍數 如果你要得到的是藍數 你可以把它改成藍喔 這個是可以改變的部分喔 OK 然後再來的話這個地方 就是把這個的結果 丟到R 有沒有 然後把R 放在原來40的位置 你就是加上什麼 加上兩個雙引號 兩個AND 串在中間 好 結果OK了 接下來我們來試看喔 剛剛問題會不會解決了 我們試一下 剛剛在 鑄磚本身這個應該 本來就OK的啦 所以在輸出 Ctrl向下 這應該沒問題 可是零組剛剛有沒有 會不會OK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會不會OK呢 清楚啦 先把它全部清 全部清的話 看有沒有全部清 有了 有沒有 那全部輸出 看一下 Ctrl向下 這樣子有沒有 就全部清 也沒什麼問題了 OK 所以 三個地方 把它改 另外你想說 半四元 會不會OK 其實也是一樣嘛 Ctrl向上 然後把這兩個按鈕 Ctrl C 辦四元的話 一樣把它 放在這邊 把它貼上 然後 助理員的話 一樣把它貼上 然後 看一下應該都OK啦 清楚嘛 烤平 有沒有 這邊的話呢 清楚 烤平 看一下 OK 沒有問題 所以如果你的需求是喔 你要 再把 第一次做的 可以不改任何程式的狀況下 也給 其他工作表也一樣可以套用的話 基本上 就只要改三個地方 1 2 3 這個R 把它放過來 OK 試試看好了 但是呢如果你的需求是這樣 你說 可是喔 我是希望說 可不可以 我不要這樣每次都切三個 如果你有三 你有四個 你有四十個 你有四百個 工作表 那你不是每次切切切切 然後按按按按按 是也 相對的還是算快啦 只是說呢 可不可以有什麼方式喔 不要每一次都還要切過去 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就是一個就好了 然後一個按下去之後的話 四個可以連動 就要怎麼樣 先把第一個做完 假設清楚 先清第一個 切到第二個 切到第三個 切到第四個 然後最後再跳回來 應該這樣比較合理啦 可是要怎麼樣可以達到我們要的 然後如果要考評也是這樣 公式輸出 換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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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再跳回來 第一個 不過這邊的話就會牽涉到什麼 那個工作表物件 有沒有 這個工作表物件 如果你會工作表物件 那你當然就可以 跨多個工作表 去做一樣的事情 其實同樣道理 如果你要工作部 工作部就是檔案 一個一個 甚至 工作部裡面有很多工作表 對不對 然後如果全部的事情都要一樣的話 那你就是程式寫完 一樣跑個回圈 全部都讓你跑完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說 當然越後面越複雜 因為除了範圍之外 還有工作表 那當然如果你未來還有工作部的話 那外面又包了工作部 當然又更複雜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剛剛只有改三個地方 最好可以試著 寫寫看吧 OK 如果你實在寫不出來的話 待會我會把那個 我改的地方 把它貼到雲端 給各位參考 貼到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四頁 就這個啦 OK 以後的話你可以 假設要確定追蹤 可能要先鎖動 先動一下 先確定一下 你用那個 因為你可以用A1 向下追蹤 但是它這個會出錯 為什麼 主要原因是因為它這邊有跨欄置中 所以其實追蹤 比較容易發生錯誤 如果你的資料 儲存格裡面有跨欄置中的話 很容易造成追蹤會失敗啦 不過可能盡量避開 沒關我們用A3 Ctrl向下 這個沒問題 再來的話 如果要跨工作表 一個一個切 然後最好切過來 怎麼切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我今天要切換工作表的話 在工作表物件 裡面的表達方式叫 Shit Shit指的是工作表 然後第幾個的話 比如說第1個 點Slate的話 就是切到第1個 那切第2 如果這個裡面的數字是2的話 那切到第2個 所以要切到哪一個的意思 那當然這個1234 你也可以改成 那個工作表的名稱 哪一個工作表 他也可以是第幾個 也可以是名稱 兩個方法都OK 比如說我這邊 Shit指刮戶裡面的話 一樣可以把它放在零組好了 記得錢號加雙以號 那這樣他就切到零組 不過如果我今天 因為我們這邊的需求 是要切到那個工作表 所以呢 寫的方法的話 當然你 假如這樣 以前的寫法是 清除的話 先清第1個 對不對 然後清完第1個之後的話 你要清第2個 所以如果假設我們不用回圈的話 你可能變成要寫什麼 清完這個之後 然後你就是 Shit 刮弧 刮弧 第2個 有沒有 點Slate 然後呢 再來 在這個清除的 程式啦 因為切過去了嘛 然後等於 後面再把這個 再假設了 如果你不會懂回圈的話 那就再清 然後再 再切第3個 然後再清 所以其實喔 你會發現喔 他原來 那個邏輯是 先切第1個 所以 序則1 點Slate 然後清空 序則2 清空 序則3 所以其實這個當然你可以喔 複製 假設啦 比較笨的寫法是這樣 就是 這邊改成3嘛 這邊改成4 然後呢最後記得喔 切回到第1個 那是什麼 這個Shit 切回到1 不過喔 你可以發現啊 哇 層次怎麼這麼多重複的 執行會不會成功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全部有沒有清空的 跑太快了 他其實就是 切第1個清空 切第2個清空 切第3個 第4個 再最後再切回來 那因為現在電腦都跑太快了 所以看不到細節喔 可是呢 如果這樣寫喔 似乎不夠聰明啦 為什麼 因為你會發現這邊不是 1 2 3 4 然後最後到1對不對 其實你可以怎麼寫喔 跟各位講喔 如果說 假如這樣的邏輯啦 我們可以怎麼樣 先 郵標 這個寫不寫 無所謂 因為我們將來按鈕會在第1個 所以不寫這個 沒關係 那我建議你可以先 在 程式上方 寫一個 切換那個 工作表的回圈 那一般我一樣要 要負回圈 4S好了 等於 第幾個工作表 第1個工作表 幫我切到 第4個工作表 Enter兩下 打一個next 這個是寫什麼 寫你要 切換的 工作表範圍 然後再來的話 你就在這邊 按個TAB鍵 跟他講說 Shit 括弧 第幾個 第S個 第2個 點slate 然後記得把這一段程式 清除的程式 搬到哪裡 搬到這裡比較好 按個TAB鍵 意思說 他會先切第1個 有沒有 然後把裡面清空 然後在next之後就換到第2個 第2個slate 清空 第3個 第4個 最後的話多一個敘述 敘述1點 因為 因為我習慣還是把他切回到第1個 這樣就寫完了 OK應該可以懂我的邏輯吧 底下這個 烤坪的話 其實邏輯也一樣 所以其實 我們 再寫一遍 這邊的話 記得是什麼 4x 等於 1到4 所以將來如果你工作表多的話 你可以多 你可以就是這個 看你的那個數量而來決定 哪一個到哪一個 然後做什麼呢 Shit 這個 slate 切過來之後 然後做什麼呢 做底下的事情 意思就是說 以後你在每一個工作表裡面 做的事情 都一樣 什麼事 就是 幫我輸出公式 到每一個工作表 不過前提是 每個工作表 做的事情的公式是一樣的喔 只是有個地方不一樣 列數不一樣 沒關係 好 這樣子的話 我們 程式 就寫完了 最後一個 切回去 切回去第1個 這邊加 當然 你不切回去第1個 也無傷大雅 只是說真的 就會感覺好像 誒 程式怎麼沒有 沒有跑完 應該 不然你使用者還要在自己再點一下 感覺好像就有一點不夠貼心 OK 所以盡量啦 你如果是程式自己用的話 你就是面面俱到 哇 你又跑起來就覺得 哇 這太好了 對以後的話 什麼事情都已經考慮了 清清楚楚 所以我們剛剛其實只有 增加了幾個地方 有沒有 有沒有一個 4S的回圈 那這都一個NAS 4到NAS 然後切回去 其他就是原來的 沒怎麼改變 OK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其實也不多 但是喔 來看一下效果 也就是如果這個做出來之後的話 那我們基本上按下這個之後 他就全部就OK了 那清除的話 也OK了 只是因為啦 你會發現跑太快了 感覺好像 清除好像慢一點點 租出 清除 看一下結果應該都OK啦 有沒有清乾淨 好像也蠻乾淨的 沒什麼問題 在Ctrl向下 沒什麼問題 OK 這樣子的話呢 大功告成 那請各位試試看吧 把那個 切換多工作表的部分 再實列一下看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以後如果你有那個多工作表的概念的話 那自然而然如果你要去處理什麼 比如說多工作表要把它合併啦 要把它分割啦 其實 但是 自然而然 概念幾乎是一樣的 也就是主要是用蓄子物件 所以蓄子物件 裡面就是可以延伸 看你是要 做 資料的分割合併啊 甚至你要做工作表的 其他的使用 或者複製 貼上移動 甚至什麼 換個那個標籤顏色等等 其實都可以 快速的利用程式 全部一次就OK了 所以如果假設你的資料越大 我是覺得 用程式絕對是 沒有錯的 但是如果你資料少了 沒關係你用人工做一下 不過現在感覺上 好像看到的資料量 沒有像以前 這麼少 都是一大堆 這個工作表多到一個不行 那這個時候的話 如果你不會寫程式 那你的資料永遠做不完 每天做也做不完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加上那個 切換工作表的部分